香港剧场导演林一华改编中国四大名著的舞台剧《红楼梦》 12月将在台北正式上演 她之前三部改编的舞台剧都大大的颠覆了原著 这次的《红楼梦》她选择12位男演员 来饰演《红楼梦》里面的金钗 要探讨都会男女中的情欲纠葛 舞台剧的主题曲叫做《四层》 由林一华亲自作词 她说这首歌要传递贾宝玉沧桑的成长过程 歌手为李安特别现身演唱舞台剧《红楼梦》主题曲 由陈建奇作曲林一华作词 这首歌叫做《四层》 听到《红楼梦》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她能够让我感受得到 可能贾宝玉即便是那么年轻 但是她的那个唱唱变化 可以就发生在最浓缩的时间里面 我为何只能教你把家当着 但其实我觉得反而没有太大起伏的歌曲 对歌手来讲反而是困难的 因为你用技巧去表现那些上跟下 你知道你可以用力在哪里 共鸣在哪里 香港剧场导演林一华 2006年开始改编《水浒传》等四大名著 今年来到最终章 推出剧场版《红楼梦》 她将原著中的大官员改写成一家高级欢场 12位金钗大胆变成了男公关 全是现代都会男女的情欲纠葛 继续主题就叫What is sex 这个What is就是帮助我们去解码 去了解到以前的人的一些文化跟传统 其实对我们今天还是非常非常有启发性的 就是我们说就是借助男性的原罪 来全失女性的宿命 林一华颠覆四大名著 改编成现代剧场作品 先推出了《水浒传》《西游记》 五年后演了《三国》 2014年底最终章《红楼梦》终于要登场 2006年至今八年的时间 她感谢时间给予了丰厚的经历 就是谢谢时间 因为这八年并不是无风无浪 也不是无恒无恨 八年比起原先的四年 是多了一倍 但是恰恰是因为这四年 让起码创作者也好 或许是演员也好 的人生的厚度是多了一半 林一华以现代都会故事 大胆颠覆四大名著 这一次全南版的《红楼梦》 同样令人期待 我们下期待